在现在一个网络时代,撞脸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常见,因为网络可以看到很多人,也让大家认识到原来有些人可以长得那么相似,虽然人是独一无二的,但是有些人长得真的很像,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 就好比这样的一对新人,新郎长得撞脸张艺山,虽然说不能完全的一样,但是看上去会让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想到,张艺山那么看到长相神似张艺山的新郎,自然肯定会非常的好奇新娘是谁,这一看不要紧,简直让所有人都惊讶了,原来这一切都是缘分啊,每当有和明星撞脸的事情发生,就会引来许多吃瓜群众,毕竟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, 当看到这对超高颜值的新人的时候,网友们都说这里面一定有问题,怎么可能新郎和新娘同时像两个明星,而且两个明星还演过电视剧,你说这一切都是巧合吗,还是说这一切都是缘分,新郎和新娘他们坐在车里颜值都是非常高的,尤其是新娘更是非常的开心,面带微笑歪着头, 这一个碗头倒是不要紧,突然就想到了另一部电视剧《春风失礼不足你》,和这一对CP和赵有没有非常的相似,这下小伙伴们都明白,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惊讶了吧,新娘居然有一点点和周冬于相似,真的是巧了, 不过肯定会有许多小伙伴立马想到杨子,毕竟张艺山最好的朋友是杨子,他们从小就认识,而且在一块拍戏,这份缘分肯定是比较深的,不知道小伙伴你们看是向杨子多一点,还是向周冬于多一点反权声明,如涉及反权问题,请作者持权署证明与文网联系。 字幕志ğl。